拓扑建模 那所谓的拓扑建模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只要做基本的长相就好 你只要做基本的长相 这是我做的一个基本的长相 然后呢 使用MAS的功能 这只有在MAS 没有进到雕塑软体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面数 这里其实三角已经有锯齿出来了 面数其实不是太高 我们按一下键盘的7 中文输入 还在中文输入 好出来了 这个要设定一下 因为目前你看到的是 是我要看Triangle Count跟Total加Selection OK 好 我全场景目前的三角面其实是25万 那这一个就25万 这个就25万6 这个就25万 其它是隐藏起来的 好 那 那 嗯 其实25万很低哦 用Mapax或Zbrush在雕的时候 千万面是正常的数字 好 像这个来讲 我就雕不出牛角上面的 更细的纹路 比方说有被刀砍了一刀坑下去 凹下去 这种东西 还是鼻子上面有那个 啊 毛 就是那个皮肤的那种皮革的那种纹理 啊 还是这个地方要那个牛的毛的那个 就不可能在这做 可是 如果你要做的只是需要的是 很快速的形成一个牛头 其实这样在这个方式是最快的 你说 要你用一个Box或一颗球慢慢切出这样正确的架构 呃 对大部分的投资来讲应该有难度 好 那 可是呢 用这个 Turple Smooth以后 再去做 Mex用Mex的功能雕塑 然后在Mex在这里直接使用 啊 这被我锁住了 所以不会动 把这个拉出来 这就是在它上面做出来 就这一个啦 我把它拉出来就这一个 哦 Ctrl-Z High Selection 好 所以其实呢 这整个是这样子的 从这一个变成这一个 再变这一个 那耳朵 另外的模型加上去 我觉得想要再加一只脚 所以在这个 后面叼的时候才把它追加 做成这样 然后再从这里再拓扑上去 呃 这里是一体成型 这是用平滑群组切开的 所以这里会有缝 好 那 这样子的做法 呃 在Mex里面就可以执行这样子的操作 好 那 呃 其实 即使是做 角色 卡通型的可爱角色 角色 我都还是执行这个方式 好 后来都全部采取这样的执行方式 卡通型的可爱角色 我就做一个 三角线的球 加面数 很快的 把鼻子拉尖 两个眼睛弄凹 有个脸的样子 就进入 拓扑 那细致的线条修饰 等我把正确的拓扑线拉出来以后 再来修 那这样子 呃 你如果去我的YouTube网站看 网频道看 应该好多年以前了 我开始转用这个制作方式的时候 做过一个测试 30分钟做人头 那 可行 30分钟内可以完成 好 那 那就是一个线架构正确 然后脸型出来 那剩下就是细修 那原则上 你只要做出一个基础人脸 后面就简单了 那这个